你知道台北市民為什麼我們剛才聊到說 第一個 對柯文哲 會相信他會被關嗎 因為理由很簡單啊 距離最近啊 柯文哲這個是有距離美的你知道嗎 比如說到了新竹 到了台中 大家對他不認識的時候 那時候他的民調呢 包括他的支持度就會偏高 但是你在台北地區喔 各位你知道總統大選柯文哲其實早就有案例 柯文哲在台北的得票率是三個候選人裡面最差的 他每一個選區每一個分區小瑕智利 他都是第三名 他明明擔任過台北市長但是他是第三名 因為代表台北市民對於他的執政 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整個民調裡面認為他會貪污的 台北市人佔最多的 高比例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喔 你說這個東西外界在講啦 柯文哲根本就沒來怕是嗎 為什麼陳佩琪要緊張到臉書發文講說他老公 半夜睡不著覺 看到光王安下個半死 然後呢每天就擔心他的三大案陳佩琪先講三大案 然後柯文哲上節目再講三大案 這理由很簡單嘛 因為柯文哲比誰都清楚 檢調目前的偵辦進度他是最關心的那個人嘛 包括他周邊的人有誰被調了有誰被約談了有誰被問了 然後到底有哪些人他一清二楚啊 所以柯文哲很知道狀況是什麼啊 他知道檢調目前查到哪裡啊 所以他當然有壓力啊 他當然會緊張 會不會檢調目前查到有困難停市了 開始不辦 當然不會啊 唯一的差別就是錢 有夢最美希望相對 你要仔細聽昨天柯文哲講什麼他說目前金流 目前為止 沒有金流 目前為止 沒有金流 這柯文哲昨天講的原話嘛 OK 那什麼叫目前為止 如果從頭到尾沒有金流柯文哲就說一句話就好了 拜了我從頭到尾沒有拿過任何人的錢 開什麼玩笑對不對他可以這樣講啊 我如果拿任何錢喔我馬上抓去關啊他可以這樣講啊 他為什麼要講說目前為止 沒有金流 目前 所以我跟各位講喔 不過我覺得你在走之前啊因為你的時間快到了 我最近有跟一個他的 三大案其中之一的一個公司的相關的高層見面 那我跟那個高層勸告啦 我說 因為那是金流嘛 我勸告他說你最好因為我看到那個 我看到那個楊兆林要被收押嘛 我看到吳東進 交保這個1億元的金額 都添價 那我跟我那個朋友講我說你最好現在不要跟 北檢對抗啦 最好把給他的金流的事情 然後拿出來準備好跟北檢 爭取這個 爭取什麼 污點證人嘛 因為我發覺貪污治罪條件裡面有一項很重要的條件 收錢的人 重罪無期徒刑 送錢的人呢 如果有 坦白的話 可以判無罪 或是緩刑 他的那個貪污治罪條件裡面的條款很特殊喔 送錢的人 可以侵判 甚至緩刑 所以我特別跟這三大案的其中之一的 某一位的 高層 有在最近一兩個禮拜內 有溝通 因為我為了我要報答 柯文哲的對我的這個 抹黑嘛 我也要報答今天這些小草 在這邊洗版嘛 對不對 我就請我的朋友 透過他的律師 他律師原來是 主任檢察官啊 對 我就跟他講 看看是不是可以跟 這個北檢溝通 當污點證人 對 他說我沒有送過他錢 我說可是你沒有送他錢我知道啊 可是你的下包商 你的承包商 你通過間接的關係 給他的做了一些 做間接的關係 做了一些政治獻金的募款 這個算不算 當然算啊 政治獻金合法 他們一直在洗500萬 我就一句話 柯文哲你要注意 你一直故意很緊張壓力很大我知道 你來放狗來咬人 咬到人家真的惱火了 你家裡有沒有放現金 你有沒有跟人家拿過現金 其實高鴻安的事情 我有寫封信給高鴻安 我有寫個LINE給高鴻安 我有跟高鴻安講 我說 勸高鴻安退出政壇 我要請他馬上辭職 為什麼你知道吧 高鴻安現在如果不辭職的話 會變什麼情況你知道嗎 民進黨的力量 政治力會介入司法 會讓他三審定驗的時間加快 高鴻安現在認為一審判七年四個月嘛 二審我有可能判無罪啊 我無罪就回怪當市長 高鴻安不可能 因為你變政治 政治審判 會變成一審二審三審一年之內全部看掉 所以高鴻安就變成那你那個代理市長代理一年就掛了然後他馬上中央指派一個人下來幹 你知道嗎 但是高鴻安如果離開了 離開了政壇 脫離政治了 到紅海上班 我建議他回紅海上班 高鴻安回紅海上班的情況之下 他就跟這個政治沒關係的你知道嗎 然後呢他是辭職 辭職會變成改選 三黨重新拼一次嘛 就拼改選嘛 拼改選高鴻安就脫離了嘛 脫離之後沒有人會管這個案子啦 然後法官呢 要給幫忙的空間就加大了嘛 因為就11萬嘛 11萬要搞到無罪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嘛 你現在你政治上如果貪污自罪條例的話 他變更法條就不會變11萬 他要貪污自罪條例的話就七年四個月嘛 所以柯文哲嚇壞了嘛 按照高鴻安如果七年四個月的話 柯文哲判下去說保證無期徒刑 一定無期嘛 怎麼睡得著覺呢 柯文哲還有什麼政治可言 柯P跟高鴻安都有一個毛病 都講話不守信用 還有一個毛病很貪 非常貪心啊 都貪戀你知道吧 所以高鴻安在11萬被判刑這個事情 看起來不合理 但是我告訴你 高鴻安的貪婪的個性跟柯P的貪婪的本性相同 只是高鴻安的規模比較小 柯P規模比較大 你知道吧 高鴻安不適合做政治嘛 他一個正常的一個新竹市市長當完以後 我沒有去過新竹市啊 但是他男朋友為什麼搞一堆豪宅 你的操守就是有問題 為什麼這些事情不發生在我吳子嘉身上 為什麼沒有聽過說我跑去包政府工程 為什麼沒有跑去說搞東搞西 沒有嘛 為什麼高鴻安有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行有不得反求租籍啦 要先檢討自己本身嘛 高鴻安要檢討自己本身 高鴻安還想要政治圈混啊 那是空 那是空 那是無聊之舉 高鴻安就從此退出江湖 還可以保他一個半條半生的性命 否則的話他一定會去關七年以上嘛 因為民進黨下手非常重 我跟你講柯P一定是無期徒刑嘛 這都完蛋了 柯P現在已經哭子已經變成樣子 都是鬧腫嘛 碰到事情你看有沒有 睡不著覺了 然後講話胡說八道 就昨天突然間承認 土利罪 把小沈把沈津津嚇壞了 柯P都承認土利你了 小沈怎麼混 小沈不是嚇呆了 小沈馬上進化成立刻 這搞就是搞出一堆污點證人出來嘛 柯P已經 快整個已經對案情控制有問題了 沒問題了 小沈浴賓 這個最後一段影片 在網路上召布 許多沈褪宥 覺得好 很多 像是